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NBA学生股东投资老板等等等等 而且从诸多的关于他的新闻来讲 这些每个方面他都做得非常的出色 在这么多方面都游润有余 只能证明第一他才华横溢 第二他精力充沛 第三他的体力真的让我们大家羡慕 当然了关于他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聊 所以今天很有心为各位请到的就是 黄晓明先生让我们欢迎他光临现场 你好 欢迎来到大牌驾到你好 听你刚才那么说 我觉得我应该去跑马拉松才对 来请坐 今年听说是你的本命年 对 舍年 本命年这三个字就代表着 要么很顺 要么很糟糕 从我们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 黄晓明在今年的成绩是极其出色的 那我很感谢我妈妈在这个时候生了我 把我养大了 然后给了我一副还不错的样子 让我有这个先天的资本 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边 尽管我一度认为我的性格 根本就不适合这个行业 我因为我内向害羞 不愿在很多人面前大声说话 然后一度我都觉得 自己是勿招进这个行业的 老师只是觉得他漂亮 但是是一个漂亮的木头 这是我们老师对我的形容 但是我觉得我很莫名其妙的 我有一股责任感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从小是长子长孙 长外孙的原因吧 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比较正面 他总是告诉我说一定要带一个好头 等你长大了一定要照顾好将来的长辈 要带好自己的弟弟 我有七个表弟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有一股责任感 我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努力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 你是长子嫡孙 对 很小的时候你就习惯于 或者非常愿意扮演一个能扛起家庭重任的男人的角色 对 这样的男人在你心里是有标准 你也是长子长孙吗 我是长子 我是长孙 怪不得 你的这个想法只有是这样子的人才能说得出来 这个过程中我整个就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挺笨的人 笨 对 挺笨的人 因为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曾经开过玩笑说如果咱们来一个IQ比赛的话 你一定不太高 我说我相信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 然后我又很努力 我不会去伤害别人用我朋友的话来说其实是黄耀明是因为他的做人 做的程度到了今天 即便到了今天在今天这么受大家喜爱 但一路走来要背负的东西挺多的 我很累 非常累 说实话我真的很累 那个时候有个广告 大街上都看到说我不是演技师 七岁立志当科学家 长大后却成为一个演员 被赋予外貌 勤奋和成功 但也被赋予讥讽 怀疑和嘲笑 挺住意味着一切 没错 我不是演技师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心里不好受吧 我自己要做的 你自己要做 别人这个创意给到我的时候 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 我说我要做 我说我认为我确确实实不是演技派 我敢于坦诚 他们都没有想到我会答应这件事情 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要敢于面对自己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 但是你现在不是 不代表你将来也不是 偶像也好 实力派也好 只要有人喜欢你 你还能继续挣到钱就挺好 我相信当你在那上面写着 我不是演技派的时候 多少有点说服自己 多少要有点心理纠结 多少要在旁人看来就是 无所谓 但内心是装着的 是难受的 内心是强忍痛苦的 咱们自己实话实说 我对这个东西 坦然面对自己一点都不在乎 但是当你真的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当别人把你的那个图 我曾经看到一个人 把我那张图踩在脚下 来嘲笑我的时候 其实我的内心是很痛苦的 但是我又 在公众面前我又不能 你知道我还是得微笑着去面对大家 告诉大家我真的不在乎 当别人拿你这个事情来嘲笑的时候 当别人拿很多东西 你哭了 那种过往是很难受的 所以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精力 和努力来证明自己 其实可以做到的 不过我觉得这是骄傲的 我觉得这是骄傲的 因为人在要变成成长和被人尊敬之前 一定会遇到 一定会遇到阻力的 这是合理的 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好的感性的人 我也相信你其实 跟我有过类似这样子的经历 所以你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是有共鸣的 我能感受得到你 你也可以感受得到我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骄傲的一种往事 我们骄傲我们曾经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故事 我们总是在强撑 对对对 总是在强撑 那怎么办呢 有谁可以帮我们呢 有的时候强撑是我们骄傲的原来 咱们聊点高兴的事 好 当评委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 挺累的 75分钟的节目我们要录两天 对屁股都坐塌了 你是导师的时候你是你是个什么定位呢 逗大家乐的 逗大家乐 对 因为首先我觉得自己又不懂唱歌 我其实一度很彷徨 不知道到这个节目做的是什么 但我唯一的就是因为我 我也是心地可能比较心软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只能解合自身的经历 去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励志的话语给大家 所以就做了这个节目 但我觉得你还挺毒舌的 你看那冷碗碗上来的时候 你都说人家长得重口味 我长得爆汗 长得很重口味 我开玩笑吧 还不让人说话呢 但是这不就是压力吗 对 开玩笑 因为其实包括那个爆牙妹之前的那个 就是可能内心其实很渴望自己坚强 但无奈借嘲笑自己来取悦大家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像这两个人我都是给他过的 尽管我是会去调侃 会去开玩笑 但我都会给他们过的 因为我希望大家是在一个欢乐的当中 把这个事情做了 而不是一上来就把气氛搞得非常的凝重 是 是 跟另外三个导师合作愉快吗 挺愉快的 真的吗 对 我觉得我们这搭配挺 挺奇葩的 对 Coco是外国人嘛 他就 而且他是那个 American Idol的那个 Fans 对 所以他很喜欢那个节目 他每天都看 所以他的状态完全就是 那个美国偶像的状态 然后韦中哥又是综艺教父 他很习惯于综艺节目的这种方式 他很稳 韩红呢 他是专业唱歌的 他很懂的 他不管怎么说 他有他的专业水平在那 那我也没想到 其实他还挺逗乐的 那唯一的就是 我又不专业 又害羞 又不爱说话 谁都没想到 我会放开了自己随便玩 是 在评委席上 韩红老师不是都向你表白了吗 太快了 迅如猛虎 啪就捉链向人风 你当时的反应 你跟我讲讲 那一刻你是什么感受 心里是害怕吗 没有害怕 我第一反应是 好妈呀 他真亲呀 但是接着我也就很释然了 因为我们是像哥们一样的感情 那段时间当时有点故作镇定吧 我看了那个照片 就分开以后 你俩的表情都是 我觉得都是在故作镇定 对 刚才就是玩嗨了 就是一下玩 有点玩过头了 然后这时候发现过头了 对吧 其实我内心感觉 有点玩过头了 但我也觉得 其实也无所谓 亲一下就亲一下吧 韩红老师这一种 是迅如猛虎的话 那什么样的女孩 可以抓住你的心 她真不是我的菜 对 我比较喜欢温柔体贴 温顺一点的 对 韩红老师真不是我的菜 面对质疑和刻薄的毒舌 黄晓明强撑着 在镜头前 始终展露出阳光帅气的一面 讨厌 今年夏天 黄晓明登上了 中国梦之声的评委席 让他绝对没想到的是 一个意外的来宾 让他的伪装彻底崩溃 这一次 他没能hold住 吐露出深藏很久的真心话 他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 他的名字是我起的 觉得哥哥好像红了 很简单 我自己很清楚 我吃过多少苦 我受过多少折磨 我很清楚 我的身体 有几个地方垮掉了 你不知道 我不可能天天跟别人说 我刚儿不好 我肾不好 我这儿不好 我那儿不好 我是真心真意 希望你好 我愿意为我的弟弟 去付出一切 十多年演艺生涯 他究竟遭受过什么摧残 又忍受了哪些委屈 淘汰弟弟后 他又如何过家人这一关呢 说实话 我很为难也很心痛 首先我不想去 宠坏我的弟弟 我知道他其实参加了 很多次选秀 那这只是他的 其中一次而已 然后我也听他唱过歌 他唱的其实挺不错的 但是他的外形也好 他的声音也好 他有很多的局限性 而且他不会创作 所以我也这次通过这个节目 我表示了对他的肯定 但同时作为哥哥 我要打击他一下 告诉他 你确实是有问题 那后来 其实第二次 他就已经被淘汰了 对 但是在淘汰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过了 我很希望他可以学一些乐器 学一些创作 如果他真心想做这行的话 那你就要多学一些东西 否则的话 他的条件是 不可能走到后边的 我很好奇 你黄晓明出道到今天的成绩 如果他已经参加过 几次选秀比赛 我相信只要你那个电话 你一定找不到那个电话 他今天的成绩 或者今天 他的名字 不应该还对大家来讲 是这么陌生的 可以 第二场 我依然可以让他过的 对啊 因为他并不算差的 在那一堆人里面唱的 只要我跟另外的几个导师说 说 因为他不是最差的那个嘛 那么他一定会让他过的 但是 我没有坚持 因为我觉得 会不会是因为 你自己责任太大 我已经给他一个机会了 第一场的时候 既然他不是最差的 他为什么就不能再走进一步呢 会不会是因为 黄晓明是黄晓明 所以要更严格地 要求他的弟弟 那个时候我可以理解 李文也好 王伟中也好 或者是韩红也好 他们都在看着你 很复杂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那个节目挑选的是 有潜质的人 或者说将来能够走得久远一点的人 但是显而易见 以他的资质和条件 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 觉得最好是及早地告诉他 说你不如就先停止吧 你去做别的行业 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他不会怪你吗 我觉得他一定会怪我 一定会 你说你是哥哥 我是弟 我要为你挡风 这处云 灾难的路 才有 他不怪你 他身边的人也会让他怪你 是的 所以这是我最为难的 就是因为我叔叔对我非常好 我的亲叔叔对我非常好 帮了我很多 所以你知道 这个决定我是很难去下的 但是 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 而耽误了我弟弟的一生 你行就是行 你不行就是不行 我一定要早告诉你 我一定要早告诉你 比晚告诉你要好 你没想过让他变得跟你一样吗 比如说演演戏 然后通过演戏再重新的回到音乐梦想上 他不适合 他的性格不适合做这行 他的性格稍微有一点点的内向 他真不适合做这行 尽管我一度认为我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这个行业 我因为我内向害羞 不愿在很多人面前大声说话 而且他没有我的责任感这么重 就我一直都觉得人其实 我是一个比较顾及周围别人感受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说的长子长孙的原因 而他是一个比较顾及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 因为他从小可能我们家人对他比较好 对 所以他的这种责任感不够重 我认为他是会吃亏的 所以我觉得他多吃一点亏不是什么坏事 挺难的 挺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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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来看看你做考生的时候考成什么样 他们准备的来请看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先别回答我们 我觉得考完你觉得电影难不难 想一想这个啊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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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要胡搭这种模拟两者的事情 因为你考虑的有对游戏 不是考虑的有难有不难有好有坏 不是考虑的哪有不难有坏 不要老是考这种 你拿你的性格的好不好 我是上正的课上的 因为学会要两分法 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演员就要可处 要真实 你就拿你真实的一面 我们现在不是在发展 你不打发的谈 搞不一切 这不是这回事 你现在就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演电影 一个演员 如果能记得一定的生活经验 演一部好电影 就是不难 当年考得不太好对吧 谁说的 好吗 这不是你说的算 也不是我说的算 是 老师说的算 老师觉得考得好吗 老师觉得我形象很好 人挺傻的 我当时也是一样脚断了 但当时是这个脚断了 所以你看到的 我只能站在那 或者趴着得去去 我不能走路 因为当时脚不行 所以我形体课 做的是广播体操 但你别看我那抓区区 我挺厉害的 当时小 但是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劲 人家抓区区都是 抓到了 我是啪 拍死了扔了 这是我自己家的 还挺有设计的 对 所以当时大家都笑了 那首歌是自己挑的 我叫我唱歌的老师挑的 当时没反应的 表现得特别好对吧 没有 应该都不在调上吧 紧张吧 当时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不适合这行 就是因为我老觉得自己 一上台就紧张 都不知道说什么 前言不搭后语 对 最后是被崔老师录取的 崔老师 崔老师很喜欢我 我也是班机前几名进来的 对 你觉得你身上什么东西 最打动崔老师 质朴 质朴 单纯 对 我们老实说了 黄晓明就是一个白纸 一个木头 但是这个白纸 是我们最喜欢的 因为我们可以在上面 随便写东西 不是像有些学生 可能是很复杂 他已经定型了 没有办法改变了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 崔老师一直觉得 我最难得的就是 这么多年以来 依然还是很单身 对黄晓明来说 每一次本命年 都是人生的转折点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他一直都苦恼怀才不遇 参演的电视剧 全都反响平平 乌漏偏逢连夜雨 他拍戏过程中 又遭遇车祸 而与此同时 同班同学赵薇 凭借小燕子一角 早已红遍两岸三地 2001年 黄晓明的上一个本命年 正处于演艺事业低谷的他 意外被投资方看中 担当历史剧 《大汉天子》三部曲男主角 出演汉武帝刘彻 至此成功转运 一炮而红 今年又到黄晓明本命年 他再次攀上事业高峰 先是成功塑造电影 《中国合伙人》中 程东青一角 打破了别人对他 不是演技派的诟病 又跨界担任 《中国梦之声》评委 还在电视剧《岳飞》里 大秀肌肉 这次 他的红颜搭档 不是小燕子赵薇 而是紫薇格格林心如 太太是林心如演的 是 然后还有一个红颜知己 这有点像 红旗不倒采旗飘飘 你自己是一个 需要红颜知己的人吗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 有了固定的女朋友 或者爱人的话 就不需要了 那你现在有红颜知己吗 看怎么定义 比如说我 李冰冰 范冰冰 紫怡 这些人算是红颜知己吗 我们不太经常见面 但是微信上也经常在聊天 然后互相捧场 赵薇 大家需要的时候 都毫不犹豫的就去了 那你觉得这算红颜知己 赵薇多少应该算红颜知己了吧 你跟赵薇的事 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我不是说什么不好的事 你看你们自己家人乐那么高兴 其实大家也不太经常见面的 但是需要的时候 都会出现在对方的前面 他算是兄弟 现在算兄弟 算是兄弟 兄弟 我们叫蓝眼 蓝眼 真的吗 真的忍心把赵薇当蓝眼知己吗 昔日的梦中女神 如今已嫁入豪门 录制前在化妆间 黄晓明提起她老公的话题 却还是能闻出点错意 她有个好老公 她有个好老公 她自己安心拍戏就好 然后她后边有她帮她的人 因为她老公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我呢就自己得一个人 努力努力很多 看你微博曾经说过 电影学院九六班的同学 大家聚会的时候 都是在聊怎么带孩子了 对 你自己有计划想要小孩吗 我肯定要要的 但什么时候要我真没想好 但不想太晚 你自己害怕结婚这件事情 不害怕 真的吗 以前好像有点 觉得做这行可能不行 现在没有了 都是这一两年发生 这两年变化挺大 因为觉得我可以不需要 靠这些东西来吸引别人 你不害怕结婚 不害怕 也就是说你随时准备可以结婚 是 连普京都离婚了 你都不害怕结婚 他至少享受过结婚的日子 你还没享受过 对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 大家感情好就在一起 尽量维系 如果实在维系不下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现在我还谈不到后面的事情 你会闪婚吗 王晓明会闪婚吗 可能 渴望安定 婚姻是很神奇的 孩子 你结婚了 我结婚了 有孩子吗 有 几个 七岁一个 一个男孩女孩 男孩 怎么样 感情生活幸福吗 非常好 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我自己有一家公司 他帮我打理 对 他多大了 他 他跟我一样大 哪里人呢 宁波人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你刚才问我的事情 我待会儿一模一样的 我才问第一次 孩子今年七岁 孩子的力量是 孩子是我人生的动力了 做父亲是很有趣的 我相信我将来也是这样子的人 你不该抽点时间 让自己完成这个渴望 这事比真第一有意思 所以我看邓超跟佟大为 还挺幸福的 在当了爸爸之后 所以也挺羡慕的游手 羡慕吧 你据香港媒体报道 去年你以3.92亿元的收入 高居一人榜黄手 成为了2012最赚钱的明星 你看你的好朋友 赵薇独具投资眼光 买楼被称为亿万女楼王 你自己也买楼吗 我自己当然买了 当然当然 投资呢 投资怎么说呢 其实 在中国在某一段时间内 买房子是一个保值和升值的事情 是 没错 现在当然不好说了 所以当时也买了不少房子 但现在你想买也买不了了 有在手里出不去的吗 没打算卖 就留着了 对 我是想卖 但我爸妈她觉得没必要卖 又不缺钱干嘛要卖它 那就不卖呗 你家里谁在帮你替你打理钱呢 能问吗 比如说是父母 父母 嗯 妈妈在帮你打理钱 对 我爸根本不懂钱 你懂吗 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懂钱的人吗 不是 我是一个 要不是因为我妈 我估计我现在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 对 所以 你是什么星座 天蝎 我妈妈是金牛座 她非常符合她的这个星座的特点 非常善于理财 我们俩所以聊得好 因为我是双鱼 天蝎跟双鱼 那你跟我很合 对 天蝎跟双鱼 很适合结婚 天蝎适合结婚 双鱼不适合结婚 哦是吗 赵薇也是双鱼 李冰冰也是双鱼 对 冯小刚导演是双鱼 对 这一行双鱼挺多的 特别多 双鱼特别多 双鱼就适合看这个 对吧 天蝎也多吧 天蝎做生意的人比较多 就是互联网的老总们 CEO大部分都是天蝎做 对对对 很多国家元首也都是天蝎做 对 所以我应该改行 但是你不太懂钱啊 没事 我不懂花 懂赚就可以 那今天也会有很多人说 你也在跟其他人在争夺 内地一哥的位置 在争 谁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男艺人的位置 从来没有 你无所谓这个称呼吗 我是二哥 但你说的二是性格 我觉得我的性格 现在也比较二哥 就是我觉得我不想去争第一 没有什么必要去争第一 第一很辛苦 而且第一一定是 最受打击的那个 所以我希望我的性格 跟我的人一样 都是二一点 对 做二就好 二是一个境界 一个态度 对 一开始肯定不是这样 其实我之前还是挺 挺想争第一的 对 我给自己的作用名 本来是 要么就不做 要做就做到最好 但是我觉得 稍微地调动了一下 要么不做 要做就尽力 把它做到最好 就是我认为 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东西 什么是最好的 最优秀的 最棒的 所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我不敢给自己的期望值太高 太辛苦了 所以我希望 以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并且每一次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 不要太大 你完成了就会很开心 否则太大了 会让自己很辛苦 然后可以 多点时间 拿挣的钱 去陪爸爸妈妈 旅旅游 对 然后 毕竟老人家年纪大了 想的事情可能多了 担心的事情多了 在你的贴吧当中 还有很多人 知道你要来 希望托我能够问一些你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 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 最近一次哭 他刚刚差点哭了 但没哭出来 就刚刚 刚刚被我们的这个中国好舌头 中国好口条滑哨 差点把我逗哭了 但已经差不多快掉下来了 特别好 他的控制力比我强 我也哭泣太擅长了 因为有点 没有了 是因为 我觉得男人不能老哭 当然 但是我很感激 你刚才的那个 让我心灵触动了很大一下 来我们看下一个 小明哥你有中年危机吗 最担心哪一点 最担心爸爸妈妈 这么大年纪了 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孙子 其实挺担心的 那你努力了吗 努力中 是吧 努力谈恋爱 因为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那么我希望你在这上面 如果可以写上一句话 给你之前的一个本命年 和你之后的一个本命年 这么高级 12年前 好 还活着就挺好 那么12年后呢 该歇歇了 对 再过12年 再不歇歇就太累了 这一行啊 是不容易 保重吧 去保重自己 谢谢 很开心 黄小明一路的成长 伴随着很多的争议 这份争议都是在你我共同的讨论过程当中走到了今天 今天跟他的访问让我想到了那一句著名的古诗 当年的他少年不识愁滋味 为父心词强说愁 他要装着淡然 装着理解 继继续拼命的努力 今天他终于有了很多被大家津津乐道且公认的好作品 而现在的他是 而今十遍愁滋味 欲说还修 欲说还修 却到天良好不秋 好一个成长中的黄小明 请各位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